联盟即将要推出手游了,不知道你的王者时候,能依旧荣耀。根据最新的路透社5月22日发长文报道,拳头公司正积极与腾讯游戏合作,开发英雄联盟手游,将英雄联盟的价值开发到最大。据知情人士透露,该游戏完成度很高,预计将于年内曝光。 虽然这个消息的真伪性虽然有待考究,但是路透社作为英国最大的新闻报社,和世界上最早的通讯社之一,它的权威性还是具有很大参考价值的。 其实早在一年多前,拳头公司要和腾讯游戏合力打造英雄联盟手游的消息,就一直在网络上流传,但是却并未见到有游戏进度的曝光,甚至两大公司都并未做出表态,那么,这个手游到底是否能够与广大玩家见面呢? 安奇拉认为,英雄联盟手游,必然会被研发推广出来,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。 联盟手游的推广,必然要面临两个问题,首先是腾讯游戏的态度。腾讯游戏已经独立推出了一款高度成熟,被中国玩家广泛接受,甚至还要推广到全世界的王者荣耀。 这款游戏让腾讯公司赚的是锅买盆满,而联盟手游却是要和别人共同推出,要将利益分给他人,这是腾讯所不能接受的,但是,联盟毕竟也是腾讯代理的,他如果直接拒绝拳头,也是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,这是腾讯游戏最为难的地方。 其次,是游戏运行机制的手游化。英雄联盟PC端,已经成为一种信仰,这是全世界玩家的信仰。 玩家们已经习惯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脑力,进行一场复杂的智力竞技。 如果要将它手游化,为了能塞进手机,并且和王者荣耀对抗,它必然会牺牲一些联盟特色,比如高要求的操作技术和游戏推理。 在这种简化的过程中,英雄联盟会不会因为失去原汁原味伤害到玩家。 最后,安琪拉还是认为,手游会出来的,只不过是拳头什么时候,能和腾讯在利益方面达成一致,毕竟对于腾讯来说,手心手背都是肉,偏他哪一方,都是自损八百的局势。